伴佛陀的独生奔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妙法灵法经》现在讲信节品 是说明中根灵节的一种比方 表示他信节经过的实际情形 那么现在是讲到这个比喻当中就是正立比 他的科判是正立比有四段 第一 父子相是比 这个讲过了 第二 父子相见比 是比方这个穷子 与他的父已经相见的时候的情况 那么这里有两端 第一是直见父 直见父上次讲过了 经文就是到做事念仪 即走而去 这就是直见父 经文在第一百一十三页 一百一十三页从后边算来第三行 现在接下去就是讲父见直 那么实际上 长者父见到儿子 儿子从子见到父 时间是同时的 时间是同时的 但是语不顿章 不可能把这个话呀 同一个时间整个一下子表达出来 所以前文呢 先说明直见父的情况 直见父就是表示根基 受度的众生的根基啊 先扣于佛的能感 而在前面的方便评跟比喻评当中啊 是说父先见直 就是大慈悲父的佛 先以悲心怜悯众生啊 而先去见众生的根基 那么这里四大弟子 代表中根灵解之后 他就是表示说 父固然是以大慈悲来爱护弟子们 那么弟子们应当也得先去由这个善根啊 寇佛的这个悲心啊 所以说子见父 而实际上两方面都是同时的 接下去讲的是父见直 经文 实父长者 以私之作 见直便是 心大欢喜 既作试念 我财务 我财务库尝 尽有所付 我常思念辞职 无有见之 而夫次来 神事我冤 我虽年修 尤故贪心 这一段就是父见直 啊 那个时候 大副长者 坐在狮子座上 就是停留在一个城里啊 还是继续做他 啊 度化众生的事业 啊 以世间的行商来做比方 啊 那么这个长者父 坐在狮子座上 这是说明 如来的法身啊 安居在第一夜空的五位之境 所以叫做坐在狮子座 啊 坐在座上 来 见众生的根基 啊 来救机 造众生的根基啊 而来说化他 所以叫做 啊 长者父 坐狮子座 那么他坐在镇中啊 对着镇门 往外看去 一眼就看到 这个穷子回来了 他的儿子 流失了五十几年了 突然之间 这个时候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啊 他一看就认识 所以经文说 见子便是 他一眼看到他的儿子 站在前面 然后走到他的门边 这个经过的情况 他一看到啊 他就认识了 这就说明佛在久远界前呢 啊 与这些弟子们种下大善善根 啊 呃 过去所见的缘呢 现在成熟了 所以 来到 这个 呃 传言会上啊 啊 那么 就能够见到了 所以一见就认识 啊 既然看到他的 穷子流浪回来了 呃 心大欢喜啊 当然内心就很欢喜了 看到 从此五十几年流浪在外边 啊 现在回来了 见到 当然是欢喜 这就说明佛 我 恒常啊 造众生的根基 看到这个众生根基将成熟了 在这个化度因缘里啊 四十九年说法 他们必定能够由小而大入十的度 嗯 所以见到就欢喜 既然欢喜 心里就这样想了 既作识念 念 心里在哪里想 张哲夫心里这样想 啊 这个穷子已经回来了 啊 那我的所有的财宝 物品 家产 仓库里面的好多好多的金银宝物 今有所福了 那么这个穷子既然回来了 那我的家业 我的财产就可以交给他了 嗯 可以付传给他了 这就说明 呃 佛 看到这些受度的众生啊 大胜根基 即将成熟了 所以啊 必定能够说话 所以就欢喜 心里想想 这一次的应激说法 必定能够啊 使这些弟子们啊 得到 啊 这个 断货正真以后啊 能够会三归一 啊 我常思念词子 啊 佛无时不再 爱护众生 时时观念啊 念念不忘众生啊 这佛是常念 一切众生啊 也就是 好像这个 大师子福山念佛 原同章里面所说的啊 这个母 是常念子的 所以 呃 长者父也就 念念不忘于 而子 比方佛 常念一切众生 那么 看到这些 给他种下善根 而又退失的 这些弟子们 那么 时时想办法 又接引他 那么 现在 既然有这个姻缘 啊 那么 他们回来了 当然心里就高兴了 他过去常常思念这些 嗯 应当受度的弟子 可是无由见之 无由见之 就说明那个时候啊 过去多季以来 他的大圣善根还没成熟 大根没有成熟 强度也没有办法使他成就 所以无由见之 见不到 嗯 今天 而福此人忽然之间出现了 嗯 这个穷子啊 忽然之间出现在长者面前 嗯 当然 就是很高兴了 神是我耶 很适合于我的心愿 嗯 那么就是说 我的家产 我的家业 有所付托了 那么这就说明 释迦牟尼佛这一生 是现在人间呢 所度化的因缘 可以大成他的目的了 我虽年修 有故贪心 在比方上说 穷子既然流浪五十几年 那么这个长者 长者父必定是年纪大了 嗯 假定说相差二十岁来说吗 嗯 那么这个长者父也七十几岁 将到八十了 年修了 修啊 就是老迈 嗯 嗯 那长者毕竟是已经很老了 嗯 虽然年纪很老了 但是他念念不忘啊 还是贪爱 嗯 爱惜他的这个穷子 流浪他方 那么今天既然出现了 他心里高兴啊 能够付托他了 嗯 嗯 那么这就说明 释迦摩尼佛印是 呃 说法四十几年来啊 那么 要会三归一 说法法经的因缘已经到了 如果这些根基没成熟的话 这个法会就没有办法成熟啊 成熟啊 现在已经成熟了 嗯 那么小根得度之后啊 现在大根已经发了 所以到了法法会上啊 他们必定可以得度的 可是现在讲的 是刚见的时候 是指的 这个华言会上的情形啊 那么 但是他在比方里啊 说我现在年熟 就是比方他 以后说法四十几年 嗯 因为这个比方是说在法法会上 不是在华言会上 所以啊 呃 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 呃 四十几年的说法 最后啊 他们必定能够 呃 会三归一 而入十得度 所以张哲夫 在那个时候看到 有故贪心 贪爱穷子啊 希望能够接引他回来 啊 使他能够接引 啊 借他的家业 下面就是父子相见彼 嗯 接下去的经文呢 是银字下第三段 追又彼 长者看到穷子是认识的 可是穷子看到长者父是不认识的 啊 总然见面而不相识 既然不相识啊 那么长者父看到儿子回来又跑了 找几啊 这个时候看到啊 不能让他再跑掉 再跑掉就没有机会了 是赶快要把他抓回来 啊 所以第三有这个追又彼 啊 长者派人去追 追穷子回来 追不回来 啊 追回来 他不能接受 那么要引诱他回来 所以叫做追又彼 这里有两段 第一 前旁人追 第二 前二人又 是先追后又 啊 就是看到了 赶快把他抓回来 哦 看到儿子回来了 高兴啊 可是突然之间看到他要走了 要走 这个时候不能让他走啊 一着急赶快把他抓回来 所以就是追 啊 那么经文 下文就是追的情况 文字很长啊 我们边念边讲啊 嗯 下文就是追的情况 他坐在法座上啊 往外看到儿子回来 啊 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之间发现他往外走了 前面不是说 他说急走而去吗 发现这个地方 或者是国王 或者是国王同类的地方吧 我怎么可以待在这里啊 如果给他发现了 他硬是抓我要替他做苦工而没有钱啊 那不就糟了吗 所以他一心啊 一害怕之下赶快往外跑 嗯 穷子往外跑的时候 长者一看 诶 糟了 他怎么跑了 诶不能让他让他跑 把他抓回来 寄前旁人呢 脊椎降反 寄随时 看到穷子 啊 我逃照啊 赶快把他抓回来 嗯 旁人 嗯 身旁的人 身边的人 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约智说 智为能权 嗯 教为所权 权是使命啊 由佛的智慧 啊 识智 啊 就是 佛所清正的无私智 清正的根本智 啊 能权令说教啊 来教化众生 那么 教法 啊 教典 教法 就是所前的 啊 首派的司令呢 所以说 从佛 出十二部经 那么 经教就是所前 这是一种说法 约人说 我 能使令神佐 佛 去办事 啊 这就是神佐 来比方 旁人啊 啊 佛 在华言会上 都 派了大菩萨们啊 说这个大法 啊 所以 华言会上 佛 佛 法会 菩萨 说十足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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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前的旁人啊 啊 那么这是 越远说 佛 在华言会上 使令这些大菩萨 直说大法 啊 把佛所清正的境界啊 用 借这个菩萨的 啊 因缘 把它透露出来 说出来 所以叫做 寄浅旁人 这是越远说 佛为能全 诸大菩萨为首全 潜定他 直说大教 啊 直说 原顿大教 不转弯 所以叫做脊椎将反 啊 脊椎就是表现直说大法 啊 在华言会上 顿说 原顿大教 啊 直说 啊 要他马上接受 接受这个大法 所以叫做 啊 脊椎 啊 江反 是说明他过去中了这个大圣善根 应当成熟了 可以使他得度 所以硬是 要他 接受这个大法 而是死者挤走王座 呃 既然是张哲夫派权旁人 去抓这个穷子回来 啊 那个时候受死的人 啊 啊 约 约 约 派教 那么就是说法 利益他们 啊 约人 派令 就是佛 死的那些大菩萨直说大教 嗯 那么直说大法 大圣教典呢 职名选落的妙法之一 不转弯 啊 所以叫做急走王座 啊 抓就是要他马上接受 马上接受这个大法 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在华言会上佛死的那些大菩萨们 说大法 要那些小圣根基啊 马上接受啊 呃 呃 就是表现这个意思 穷子精恶 千怨大犯 呃 呃 呃 莫名其妙的 你怎么抓我啊 我没有犯法呀 我没有得罪你呀 你为什么抓我啊 所以 恶然 受惊 所以就是穷子精恶 不但是内心恶然受惊啊 同时嘴巴 呃 这个发出这个害怕的声音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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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穷值金患的情况 可是这个受死的人呢 他不管这套 反正是主人派我来抓你回来 我可不管这一套 好像警察受到命令 去抓这个通缉犯 不管你说什么道理 没有用 反正我就照抓 因为你是要受抓的对象 那么我是接受人家的派令 而来的 那么非抓不可 你跟我说离没用 抓回去再说吧 所以施者指之欲击 强迁 强迁将反 他越 说是 你抓我做什么 他越说他越抓 抓得越紧 抓得越紧 一直是把他拉回去 强迁将反 就是硬是把他拉回来 拉回到长者的面前 那真是要怕死了 好可怕的情况 这是比方 他的内涵的意思 穷子比方小圣根心 小圣根心在大圣的境界里 他是莫名其妙的 在华言会上 他听到那些大法 与他没关系的 他也忘掉他从前所发的大心 现在只是求自己写脱 突然之间听到大圣的叫点 违背他的心冤 所以害怕了 所以就惊 他不了解 实则对他说的这些话 抓他的用意 所以他惊恶 那么他不了解大法 所以就恶然了 小圣 他以烦恼为冤家 四三界如老鱼 看众生如冤家 这是生文根性的人 他的看法 他看到这个烦恼就是他的原家 他要断烦恼 不能保留烦恼的 他看到这个生死轮回的苦痛 他是觉得最可怕的 所以看三界好像是监牢一样 如老鱼 好像地狱一样 很怕他的 赶快要脱离 可是大圣佛法里面不是这样说的 大圣佛法里面 说烦恼寄菩提 那么你爸生死吗 生死纪涅盘 他听到这个烦恼寄菩提 他就大喊冤枉 烦恼是我的冤家 为什么就有菩提了 他怎么扑起来了 所以他就大喊 完翁啊 哦 这个不行 我不能接受 叫完翁 大喊冤枉 他听到这个生死纪涅盘 什么 生死是涅盘 生死就是生死嘛 六大轮回生死是最苦痛的事情 大换成苦痛 这个太苦了 这个太痛了 这个怎么能够接受啊 你怎么叫我 我说是生死就是涅盘啊 以生活人的看法说 烦恼就是烦恼 不能去菩提 生死就是生死 不能去涅盘 那么大圣佛法里面 因此说烦恼就是菩提 生死就是涅盘 那么他又怕死了 他怎么吃得消啊 所以他就大喊说 我不相犯 何为见作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不甘求大圣 我并不求大圣 那我既然不求大圣 你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灌我呢 为什么要用大圣法来厌世要我接受呢 我不能接受 这是表示的小根呢 在华言会上不能接受大法的情况 在华言会上不能接受大法的情况 所以强迁将反 你接受我也说 不接受我也说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反正我就叫说 所以强迁将反 于是穷子自念无罪 而被修职 此必定死 转更黄不梦结彼地 这是说明穷子被抓的害怕的情况 在当时穷子心里 他莫名其妙地被抓 受不了啊 所以那个时候 于是穷子心里想 我没罪啊 我便没有犯罪啊 他因为那个法座上 他的父亲他看着国王啊 他因为国王叫人来抓他回来啊 他心里想我没犯罪嘛 我既然没有犯罪 为什么你要修禁我 要抓我呢 他心里想糟了 这一次没有命了 死不定死 被抓回去啊 必定要杀头了 恐怕要脑袋搬家 他想不定会死 转更黄不啊 越想越怕了 哪想哪惊哪惊 哦 越想就越怕 怕到什么程度呢 修可 修可 梦结 笔笔呀 就是修可 啊 啊 运过去了 啊 完全不知道人呢 梦 就是心里呀 啊 解不开 啊 害怕的就是 这个一时间呢 他说没有罪啊 就是说我并不发慈悲心 我不想度众生 你要我做的 叫我去地狱度众生 这个我办不到的 我不想去的 我看三界如老玉啊 我要离开啊 你为什么运是要拉我来呢 啊 这小根人没有大慈悲 所以自念无罪 他心里想我没有大慈悲啊 我不想度众生啊 所以叫做无罪 无罪就显示他没有大慈悲心 不做度众生想 而被修指 修静 执在这个三界里面 运是要他做这个事 度众生的事 这就是要他入生时 而度众生 他不想 那么等于是被修静的情况一样 一日是要他发大心 做度众生事业 好像被修静 他不愿意 他心里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的生死不能了了 我自己的生死不能了 所以叫做我必定死 死必定会死 必定死就说明小根人 你硬是要他做度众生事业 那么他要他入生时的反境中度众生 他觉得自己生死不能了 必定会完了 就没有希望了 生死不能了了 所以越想越可怕 那么就想到自己的见识 或没有办法断除 越想越可怕 所以就梦觉彼迪啊 就是修科了 那么小智不解大教 所以叫做梦觉 对大圣教法 他不能接受 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劝门 劝门与戒门的两种方法 想要接引他 可是他不能接受 那么这个时候 长者父坐在法座上 看到这种情境啊 你眼睛闭起来 想想 想想 想想这个长者父坐在法座上 自己认识这个穷子 是他的亲生儿子 可是这个亲生儿子不认识他 叫人硬是把他抓回来的时候 他运倒在前面 这个情况 你想这个长者父怎么办了 怎么办了 如果真的这个儿子死掉了 不就完了吗 目的不能达到 不但是度不成啊 反而度死了 这个问题更大了 所以 父遥见之 而于死言 不许此人 勿强将来 长者父就说出这个话来 那么长者父遥见 就是还没有到他面前来 看到这个情况了 在门外就已经运倒了 在门口靠着